他都不在起火 真的真的 起火那么多开心 路是这样斜的 我们要上闪那个车 有90度的那种地方啊 所以 兄弟90度太夸张了啦 90度 有一群他是在悬崖 他就差不多要掉下去 是在一半一半当中 太夸张了吧 兄弟太夸张了吧 没有你夸张到我相信是真的 你知道吗 撞了上去 他又翻了 所以我们整个车是翻了过来 过后要赔的数额是大概去到整 要整80千 80千 哇 Morning Mine好玩测方机 瑞士大话精 好了 马上就来到我们的 Mine好玩测方机 瑞士大话精 揭晓成绩的时间 当然啦 我林德榮的偵探头脑 其实都挺厉害的 大家都知道 现在在我们三年都有不同的朋友 三组都讲得非常好 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要我去拆一组 是说谎的话啦 我应该是拆这个马来堂哥 为什么呢 我自己去过滑雪 因为滑雪呢 一般上你初级的话 你不可能上到那么高的地方滑下来 然后他们完全没有experience 然后穿的那个雪橇鞋子的size 但是不一样的 这样是很危险 脚会断 很危险 如果他们是真的话呢 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 好了 刺激的时候来了 究竟我们三组里面 谁在说谎呢 不是我紧张喔 我自己也猜 因为我们很保密 我们自己做主食的 也不知道谁在说谎 那究竟谁是真正是假呢 记着 假的打岔 真的 放一个圆圈 3 2 1 成绩揭晓 哇 可是没有人看见是假的 哇 我知道我相信是假的 哈哈哈 我认识他们两个很久 我真的相信他们 太失败了 我太失败了 没有 因为德荣你平时跟我们讲话 我们就是这样真诚的嘛 你知道 对 哈哈哈 就是越熟越好偏 是不是 哈哈哈 所以慕尚庆你们先说一下 所以是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 没有发生过 OK OK 我们是有上三拍摄 影片都有做到 所有东西做到 但是回 我们也有两驾车上 但是就没有意外啦 我反而相信他们 因为我觉得兄弟这种东西嘛 因为我问他们 insurance没有cover the man 这种撞到这样严重 他们说一号险 二号险三号险 但是我 我不会分 其实 正常来说撞到这样严重的 一二三号 是不是你开了 应该 应该会赔吧 哇 出不意料 刚刚哦 刚刚哦 这个GIM 还有一点点感动就是 Brenert没有 没有 哇 我是真情流露来的 我还是要感谢Brenert 其实 其实我是有帮他负债的 是不是帮我 又不给钱 所以 所以换言之呢 滑雪是真的哦 是 是真的 你们两个去日本旅行的时候 当你们到日本的时候 本来没有打算要去滑雪 没有打算 没有打算 但是那个脚 那个size 不对他也是真的是给你啊 是因为我们 我们去到那时候 是Big Season 是Christmas 所以真的是很多人 去租那个 装置 鞋啊那些 所以我们是去到的时候 真的是看到 剩12 14 13 这样子的size 然后他的size 八号半 八号半 我拿14 你拿12 你拿12 差不多了 我自己拿13 14 比较大的 已经是给到他最小了 因为一般上 你要去玩这种 算是危险 其实滑雪 你不要看到 那个雪是很soft 其实也是很危险 他们都会给你 签一个生死状 Tick at your own list 所以你们当时是玩scapeboard 还是那种ice game的两个雪桥 我们玩scapeboard 他身高160 可是他拿的版 他拿的版是180身高的版 那个版过瓶高 其实那个版过瓶高 所以他不是去滑雪 他是去划船 可是一直滚的 滚到身体很雷 滚到真的是 哇 真的是在山腰变 差不多了 已经差不多要掉了 大名哦大名 真的 真的真的 不然的话 马来堂哥这个账号就没有了 可是 可是我好奇 德隆该问的就是 那个高度 他们是都允许你们去 他们有分不同level 是吧 其实你要做那个lift的话 你有买lift plus 其实都可以上 你们那个 那个团 就是很搞鬼 你们跟的那个团 他们都是expert 就是专门去玩 对对对对 expert的 expert的 没有我们也不敢跟啊 你们是有兴趣去玩 还是主要是为了做 我是蛮有兴趣的一家 content拍摄 我们有有去拍摄 可是拍来办也是 没有 我们太小看这个业业了 所以我们就三个人就进去拍 而且器材全部都不够啦 其实 所以你刚刚说的车着火是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哇 这个很惊讶 桥端也是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哇 这种experience很好咧 喂 有机会真的 女生可能不方便的 好像我们这般男的 我们真的去experience一下 这种真的很好玩很好玩 是不错啊 不一样的体验咯 半夜 大便可以share吗 大家都睡觉了嘛 我们那边只是有简单的 打一个小灯吧 有一个灯 照着所有人的camp Jasper肚子痛 Jasper肚子痛 然后我们就陪他咯 因为在山我们也很怕嘛 就算在大便的时候 那个bargy 吸着Jasper的屁股那边 然后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就去睡觉了 然后这天起来的时候 就有一滩雪在那边 所以他就 诶 昨天我去大便的时候 有bargy咬我 就是这样子 可是我很怕水吃了水 所以我就 我叫你 你全身都查盐就好了 真的他们很怕咸的 如果没有带盐去小便 真的真的真的小便 因为那个妙夜 他们也讨厌了 他们也会脱掉 就是一种小经验了 今天非常的开心 真的非常的开心 真的 真的 请到我们山主的好朋友 包括很搞鬼啦 我们的 还有我们的 就是大家 对我们的观众 有什么话 想对他们说呢 因为肯定有人猜错 肯定有人猜对的 我们先游 我们的很搞鬼先说吧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 都是相信我们的 因为我们没有讲天话了 所以你们继续相信我们就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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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的 马来通告 其实我讲的这么大 是第一次 第一次讲故事啦 所以我觉得 如果说喜欢我讲故事的话 就留言给我们知道一下测试 我就继续讲更多的故事 第一次十分啦 满分我给他满分 这种游戏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大家可以 多一点了解 你们发生过一些 不为人知的东西 好 最后我们两位兄弟 有什么想说 我这里讲的就是 我人生 很少讲骗话 今天是unlock我的新功能 因为整个故事 真的是阿俊编排的 阿俊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讲 他讲 我要去讲这个故事 你觉得OK吗 我心里 我心里想 人家会相信你的演技嘛 所以我有一点 我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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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到 但是他今天表现得不错 我觉得OK啊 可以演戏了 他至少骗到我 你们两个至少骗到我 真的是骗到我 所以我们还是要跟那些 真的选我们对的朋友 讲一声 sorry阿 你等下一集阿 才可以赢 赢奖金 加油 好了 今天早点卖猴玩插风 给谁是台湾 今天走一根游戏 真的很谢谢你们 我相信以后 真的等我们疫情更好一些的话 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 不同的配合 好不好 好 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你们 拜拜 再见 再见